各位好,我是刀神 這篇是我們底線雙手反拍的一些基本概念跟基本技術 我們之前講過 整個底線擊球包括這些部分 準備 分腿墊步然後去找球到位 推拍擊球 之後回位 準備跟分腿墊步還有回位在 基本觀念篇已經講過,我們就不再重複 那這篇主要要講的是 底線的雙手反拍 找球到位跟推拍擊球的一些技術的部分 在底線雙手反拍的找球跟提早到位的部分 其實跟正拍是很類似的,我們再稍微複習一下 我們什麼時候開始找球,就是在對方擊到球 他打到球的時候你自己要分腿墊步 然後一發現球在位置的時候,我們要先轉身 然後再開始移動到位 而不是說先跑到那個位置再轉身 這個之前也講過,稍微複習一下 轉身的時機 最好的是在球過往前 我們就已經轉好身了 到位,也就是說你後腳到位的時機 最佳的時機 我們要盡量做到的時機就是 在球落地前我們已經到大約的位置 這個大概是一個 轉身 提早到位找球這個的基本概念 那麼在進入擊球之前,我們先來看看雙手反拍的握拍 其實我們打雙手反拍的一個概念是 其實他就是一個非官用手的正拍 所以如果是你右手持拍的話,其實你的雙手反拍 要把它想成是左手的正拍 所以他在握拍的時候,你的非官用手握的其實就是 正拍的握拍 也就是從東方式到半西方式都可以 跟你用非官用手去打正拍 是一樣的握拍方式 但是因為你的非官用手的控制,當然沒有官用手那麼好 所以我們的官用手會去幫忙 那幫忙的時候,為了要避免影響到你揮拍的軌跡 所以我們的官用手 基本上是用大陸式握拍 有些人還會稍微偏向 東方式反手的握拍 那少部分的人 他握拍是 冠用手是用 冠用手正拍的握拍 非官用手用非官用手正拍的握拍 那這個方式 有的人講是好處是說他可以不用轉拍子轉來轉去 但是他的壞處是其實 等一下我們如果講到他的揮拍軌跡的時候就會發現 這樣子的握拍方式,也就是說官用手如果是用 正拍的握拍的時候 你會影響到你整個揮拍軌跡 那這種情況之下你的官用手反而會變成一個阻礙 所以我們最建議的握拍方式就是這樣子 非官用手 用 非官用手的正拍握拍 官用手是用大陸式握拍 所以是有點像這個樣子 如果是以拿道來講的話 他的非官用手是他的右手 他的右手的握拍 你可以看出來大約是在半膝方式的握拍 就是如果以他的右手 非官用手來打正拍來講的話 他是 以大約是半膝方式的握拍 那當然非官用手是握在稍微前方的地方 那他的官用手 以拿道來講就是 左手 左手你看他的食指的這個 那口是在 他的上面 也是在上面這個斜面 這個是 大陸式握拍 甚至稍微有一點點偏向東方式反手的握拍 這個是拿道的 雙手反拍的握拍 Dracovic的話 你可以看到他的 非官用手就是他的左手 所以是握在比較前方的位置 那他的左手 你如果 假設把他當作是他左手在打正拍的時候 他這個握拍也是比較偏向 東方跟半西方中間的握拍 所以也是左手 非官用手的正拍握拍 那右手就是他的官用手的時候握拍 這個食指的knuckle也是在斜上方 所以這個是 也是大陸式的握拍 那Andy Murray Andy Murray的 左手就是他的非官用手握拍是比較偏向正拍的 東方式握拍 右手呢 右手的話就是 這個knuckle是在這個斜面上面 所以右手也是大陸式握拍 也就是說你的非官用手要用他的 非官用手的正拍握拍 然後官用手要用大陸式握拍 這個對你整個揮拍軌跡整個發抑是會有 幫助 那我們大部分的人在 準備動作的時候握拍都是握正手握拍為主 所以 你在準備要打反拍的時候 你就 轉身的時候 你還要加上一個就是轉握拍的方式 所以這個轉成正確的握拍是很重要的 那為了避免 有的人說 剛剛講的就是他正拍跟反拍都握一樣的 方式的時候是不是可以不需要轉握拍 但是你如果變成習慣的時候你轉身跟轉握拍這個加起來其實 根本花不了什麼時間 所以我們轉身跟轉握拍其實是 可以算是同一個動作 例如 這是 Nada 他第一個要轉身的時候第一個動作就是轉握拍 他是轉握拍 然後跟轉身這整個是 等於這兩個動作是合在一起的 然後之後再開始後面的一些 Loading 握拍動作 等等 Jokovic 一開始也是 轉握拍 那這個說 在轉身轉到一半的時候他握拍已經轉好 那之後就可以進行 反拍的握拍 Andy Murray這個轉得很快所以看的沒那麼清楚 一開始就 轉好 所以轉身跟轉握拍其實是合為一體的 有時候需要特別去練習這個動作把你的轉身跟轉握拍 變成一個非常自然的一個 非常順暢非常自然非常快速的一個動作 我們剛剛提到轉身再加上找球的部分 那轉身現在我們已經說的轉身要加上轉握拍變成一個完整的動作 但是還是一樣我們要先轉身再去找球 那找到球的時候 所謂找球也是用後腳 後腳有Loading 那如果你是 左手打球的人 你打反拍的時候你的後腳就是你的右腳 你如果是右手打球的人 你打反拍的時候你的 Loading的後腳就是你的左腳 所以 如果像拿到他是左手 所以他的後腳是他的右腳 第一個先轉拍然後轉身 這個是轉拍加轉身都已經轉好 再過來就是Loading他的後腳 這隻腳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跟正拍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 剛剛轉身其實是一樣的 你會發現他的肩膀肩面跟腰是差不多的 但是在Loading的時候因為 我們雙手反拍兩隻手都要放在 球拍上面 所以 雙手反拍這個 我們在正拍講過那個 捲麻花的方式 在雙手反拍會稍微明顯一點 也就是他的 跨他的 腰大概是向這個方向 但是他的肩會稍微轉 稍微再過去一點點 因為他兩隻手都要放在球拍上面 但是 你拉拍 不要想要拉的太多 其實在 這個肩面到 球拍這裡 你會發現其實他的球拍手的位置 還是在 胸前稍微後面一點點而已 沒有把他整個拉到 有些人會拉到整個拉到跨的這個地方去 那就太多了 所以其實 這個準備要擊球的時候這個動作 我已經Loading好準備要擊球的動作的時候 其實還是只有轉身加轉握拍 並沒有手很明顯的把球拍拉到後面去 主要是轉身 跨右轉 肩轉稍微再多一點點 但是 手往後拉有一點點 但是沒有拉非常多 這邊還是有一個空間 他的手還是在差不多他的肚子前方後過來一點點 而不是把球拍整個都拉到你的 跨的那個地方去 所以這個就是轉身加轉握拍 加上 後腳Loading 你身體如果轉好 這就準備打球了 不用用手把球拍拉到很後面去 Loading好之後再擊球 擊球的部分我們等一下再會 比較詳細的說明 這也是一樣 轉拍 轉身這個時候肩面跟跨差不多的 然後 這個時候你看 差不多 等到他要Loading要打球的時候 肩膀會再轉過去多一點點 這個時候已經準備要擊球了 手才會到這個地方 現在已經開始要轉出來了 一樣 轉拍 加上轉身 這個時候肩跟跨其實是差不多的 這個是轉身加轉拍完成 這個是後腳Loading Andy Murray用右手的話 他的後腳就是他的左腳 所以 最後一步其實你要到位 Loading其實是後腳 這隻腳 然後 他的肩面像這裡 他的手其實還是在他肩面過來的 中間稍微後面一點點 而不是把 整個球拍拉到你的跨這邊 有的人會像拔劍一樣 貼在跨這裡 真的是拉拍 手拉拍太多 我們大概是像這樣 中間這裡還有一個空間 然後 回拍擊球 他這個球 右腳 還沒有跨出去就擊球 那這球是轉身 肩跟跨差不多 肩跟跨差不多之後 後腳 Loading好準備要打球的時候 肩會再稍微過來一點點 肩過來一點點 但是球拍其實還是在 肩面的前面 手拉拍 有但是沒有非常多 轉身 這是轉身 肩面跟跨這個時候是差不多的 好這個時候肩又多一點點 但是 這個還在肩的前面 這個就是我們 雙手反拍的 轉末拍轉身 然後找到球以後 後腳Loading 跟 不要過度拉拍 大概這個情況是像這個樣子 看過了我們來看看女生 在這個部分其實沒有很大的差異 一樣 轉側拍 你跟他轉側拍 然後轉身 這時候肩跨整個身體 整個身體通通轉 他的肩就轉得比跨稍微多一點點 但是你會發現 一般來講 女生用的手的部分的拉拍會比男生稍微再多一點點 所以他這個手已經稍微貼到他的身體 男生的話你就發現手其實沒有那麼貼身體 他只是肩膀轉過去 手其實還在身體的前面 所以女生來講 他們的拉拍 那個拍面會跑得更後面一點點 好 Sharapova Sharapova也是一樣 轉拍 轉肩 肩膀 轉身 他肩膀跟胯 也通通都轉 在這個時候 其實他是都 角度差不多的 Loading的時候 肩膀會轉更多一點點 然後 他們的手會拉得比男生多一點點 但是基本上是一樣 就是轉拍加轉身 轉拍轉身 然後 後腳Loading 然後肩膀會轉得比跨 更多一點點 尤其是跟正手拍比起來 這點會稍微明顯一點點 這個Loading還是在後腳 所以我們最後一步Loading是後腳 而不是前腳 轉身 轉拍 轉身是轉得很快的 轉拍 然後他拉拍其實並不會 太多 跟一般的女生比較 他拉拍有時候算比較小一點 所以我們剛剛講 我們剛剛講轉身找球到位 這個 概念 跟正拍稍微有一點點差異 但是基本上 你要轉身要夠早 然後 要用後腳到位 要Loading 要盡早到位 這個都一樣 只是肩膀 因為兩隻手都握在球拍上面 有關 肩膀會轉得比 正拍稍微 多一點點 會稍微有一點點 那種卷麻花的 味道出現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看他怎麼樣 徽拍擊球 那我們徽拍擊球 跟正拍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他 也要包括力量跟控制的部分 那力量的話 就是動力鏈的 傳動順序 也是一樣 大肌肉 用大腿 臀部 核心這些 開始 啟動 然後用身體的力量 所以 擊球的力量主要是用身體 那手的力量主要是用在控制 球拍的軌跡 還有傳遞 身體給他的一個 比較快的速度 這個我們簡單再講一次 比較詳細的 部分這個在 正手拍的 第一篇有說明 所以如果 覺得這樣不夠清楚的 有時候可以回去看一下 我們正手拍的 第一篇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要動力鏈 準備要發力了 那這個動作是差不多在 後腳loading 準備要開始發力擊球的 時候 所以拿到來講他降拍稍微早一點 所以這個稍微已經有一點降拍了 那我們動力鏈發力也是有一些基本要點 有些很重要的地方 有一個是上次講正拍的時候稍微忘記講 就是我們 整個在動力鏈發力在轉身的時候 整個身體要 只要立身中正 這個我在另外一個 準備動作篇有講過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也就是說你在整個發力在轉身體的時候 這個整個軸都是要直的 而不是扭來扭去 歪來歪去 他的傳動順序跟正拍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有腿到跨到肩到手 但是我們在打反拍的時候 不管你是雙手反拍或單手反拍 其實我們站的是比較關閉式站姿 比較多 站開放式站姿的會稍微少一點點 所以你如果站的是關閉式站姿的時候 你比較不太容易去 感覺到你 鄧腳你的腿的力量 主要比較容易感覺到的是跨 他有一個順序 就是從跨到肩面到手 而不是同時 如果站的是 像雙反我們一般站關閉 站姿的時候 你感覺從跨開始感覺會比較明顯 事實上力量也比較容易從跨 出來 前面 前一環要 減速或挺後一環才會啟動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一樣 這個細節在正手拍的第一篇有講過 搞不清楚人可以回去再看一下 你要啟動轉身 你要是單側 而不是雙側 就是為什麼要loading後腳 你如果雙腳同時啟動的話 你只是把身體跳起來 沒有辦法把力量 一環一環往前傳動到 推拍 傳動到拍頭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腦道的 傳遞 轉身 Loading好 準備要揮拍的時候 你先看看這樣子 有沒有辦法看出他傳動的順序 轉拍 轉身 Loading後腳 這時候 這個時候 他第一個啟動是哪裡 我們站的是關閉的順序 你要看他是胯 他從 髖關節這裡 已經打直了 所以這個用的是 屁股的力量 那 腳這邊也有伸直 也是用大腿的力量 所以用這個地方把這個胯 把右邊的胯 往前送 那 這個時候你左腳如果也撐起來 兩邊抵銷你的胯就送不出去了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目標就是 後 後腳Loading後 抖起來 髖關節也打直 所以右胯要往前送 往前送你會帶動這個整個胯 整個屁股往前轉 往前轉的時候他同時會帶動 你的肩 再注意看一下 退回去 從這裡 這裡跨這個時候是 髖關節是彎的 這個地方是彎的 然後這個時候角度 跨大概是這樣 那 剛剛講過 在雙手反拍的話 肩 會比 跨 原來的角度就稍微多一點點 所以 這裡打直 髖關節打直 這裡也打直 那這個打直把右胯往前送 那同時你的重心會開始慢慢轉移到 前腳 但是我們並不是轉移到前腳之後再把身體拉過去不是 所以這個胯送的時候 我們整個胯的角度就轉過來肩膀就順便轉過來 這是被帶動 然後這個時候 胯轉到某個地方他開始比較減速或停下來的時候 肩膀動的 角度就會開始變大 肩膀速度變大 所以這個時候你跨跟剛剛其實 差不了多少 但是肩膀已經轉了比較多 那因為你跨帶肩 肩帶手 所以你的球拍拍頭也會跟著動 但是等到 肩 這裡也停的時候 手就會開始動的比較多 然後你的拍頭就會動更多 所以在這個階段 跨跟肩 動的就已經變少 但是球拍拍頭 手跟拍頭整個就動了 非常多 所以他就是一環一樣從跨到肩 到手 他整個傳動出去的順序 這個即使是在慢動作 要看出來都 都需要一些 訓練 你如果是正常的動作 有時候你不太容易看出這些順序 但是事實上在這些高階的男子選手來講 這些順序是非常明顯 尤其像雙手反拍 Nadon Jakovich Andy Murray 等等 他們這些順序都非常明顯 再看一次看你有沒有辦法 感覺出那種 傳動的順序 跨 肩 然後手 這種感覺 那剛才 我們講 跟正拍還有一點點稍微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因為我們雙手反拍 大部分站的是像這個 關閉式站姿 所以他跨轉的角度其實沒有正拍那麼多 所以他是 急轉急停 然後就換成肩換成手 那正拍的話有時候他跨的轉的角度會比較多 大概差別在這裡 那你要感覺 你要轉 你到底轉從哪裡開始啟動 在雙手反拍來講 在你站 關閉式站在這裡 最容易感覺的其實就是 跨 跨 轉跨 把你的右胯 後胯 這是左手 轉右胯 如果你是右手擊球的人 你就是把左胯 轉出來 就是把後胯往前轉 我們來看一下其他這些人 這是Jakovich 這樣的速度看得出來嗎 轉身 然後肩膀 跨 跨轉到差不多這個樣子 他沒有再轉太多 然後肩 跨肩然後手 還是哪大 轉身 Loading 這個都一樣 然後 跨肩手 跨 跨 這個時候轉的主要是跨 這個時候 肩膀 然後 這個時候這邊都動了 最後這一段 什麼都是手 M2一樣 跨 肩手 跨轉的角度其實沒有很大 所以有時候你會比較容易忽略 可是其實 最先啟動的 你要感覺上就是 跨 然後再肩 然後再手 然後再拍頭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女生 這是琳娜 跨 肩 手 琳娜是比較 比較偏向男生的 那種跨跟肩跟手 分段可以比較明顯看得出來 這是Ivanovic Ivanovic 你看看 跨 跨跟 肩 跟手 其實 比較分段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他還是跨先啟動 那Sharapova的話 其實 如果以我的感覺 Sharapova整個是 他跨跟肩 他整個上半身這裡是 沒有那麼明顯分段 他是整個合在一起 他在轉的時候全部一起轉 全部一起轉 然後 最後在 打這個的時候 最後這一段當然 手 手往前推比較明顯 但是他們 前面這個動力的分段感覺上 並沒有像男生那麼明顯 跨跟肩 最後這一段是手在推 所以女生打雙手反白雖然 都還是打得非常強力 但是 感覺上他們也打得非常費力 男生看起來就打起來非常輕鬆 我個人認為說 這個不是只有體力 或者他們力氣的差異 主要是技術方面的 稍微有那麼一點點的 差別 可是在很高階的來講 你差那麼一點點 其實就差很多 所以如果像這種傳動 我們跟正拍來講 也是一樣 他有分 不同 等級 你分段越明顯 他的發力的等級 應該是越好 分段越不明顯 發力的等級越差 那當然你如果不是從下半身 你不是從胯開始發力 是從手開始發力 或甚至只有肩膀轉動 只有 手在回盤 那當然就等人下肢 就更不好 我們要用內功路線圖的話 也是一樣的 男生大概就是像這樣 轉啊轉啊轉出去 就是分段 這個去稍微體會一下 跨轉 肩轉 然後 手 整個讓他釋放出去 跨轉肩 然後手整個釋放出去 最後一段釋放的時候 前段都讓他稍微停下來 或者是 等於是有點煞車的感覺 那女生的話就比較偏向這樣子 就是整個在一起 一起轉 那里納是分段稍微比較明顯一點 可以 跨肩 稍微比較明顯可以看得出來 但是像Sharapova那些就比較明顯 是這樣 大概是整個身體一起轉 一起傳的感覺 一起傳的感覺 感覺 感覺是 沒有明顯的 分段的感覺 沒有明顯的 分段的感覺 所以比較費力 那麼力量發動了以後我們再過來就是要用手來控制你揮拍的軌跡 你要記得力量是剛剛那樣動力鏈從下半身跨到肩到手 傳遞出來 手是要控制軌跡 那我們現在主要打的還是 講的是以上全球為主 所以我們的 軌跡當然就是要 一樣由下往上 所以你拍面要先降下來 那我們要由後往前揮 所以你要往前揮 而且要有延伸 打到球的時候拍面要方正 這樣你打出去的方向才會穩定 收拍要完整 所以整個軌跡才會穩定 那這個跟正拍其實都是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 注意他的拍頭拍面 一般的拉拍之後 我們再講一次就是他的肩膀轉的筆跨稍微多一點點 雙手反拍來講 但他的手其實在他肩面的 大約在中間 所以其實用手拉拍並沒有 太多 所以我們不需要把整個手再拉到更後面去 用手把球拍拉到更後面去 其實不用 你會覺得他拍子 已經 好像已經拉很多了 其實他主要的是轉身 轉跨 肩膀轉更多 加上轉拍面 手的 把球拍往後拉 手的拉拍部分 其實並沒有很多 所以其實這樣就夠 那拍頭 一般來講都會稍微往上一點 等一下是往下掉 降拍之後再出去 這樣子整個 我們這個拍頭掉下的力量 會對你這個揮拍會有幫助 你如果直接 往後 直接往下拉 再 上來打 這也並不是不可以 可是 往上 拍頭在比較高的地方 再稍微降拍再出去 其實會更好一點點 所以他第一個動作其實是 降拍 往前往 攀面方正 收拍完整 大概是這樣 分段來看的話 這個時候拉拍 注意看拉拍其實只有拉在這裡 如果注意他肩膀 手拉拍沒有拉很多 這樣拍 開頭就降到 你要擊球點 大概這部分以下 往前往上 回 推到時候拍面是方正 盡量保持 拍面方正一段時間 這跟正拍是一樣 然後收拍要完整 大概就這幾個 原則 降拍 前上回 翻面方正完整 收拍整 完整 拉到其實也是一樣 拉到的話 他 拍頭一開始比較沒有那麼高 但是基本上還是一個有點像 降拍再出去 不是直接從下面往下面 往下再往上那樣 叫做中擺式 回拍那樣是比較不好 所以降拍 往前往上 拍面方正 然後出去 這個球選的其實不是很好 因為他的擊球點比較高 但是基本其實是一樣 拍面先往下 降拍 然後往前往上 擊到球的時候拍面是方正 盡量保持方正一段時間 然後完整的收拍 然後完整的收拍 這個擊球點比較低 但是其實是一樣 剛剛這些的 要點其實都是一樣 Andy Murray 也是一樣 如果Andy Murray的 起拍的時候他 拍頭稍微高一點點 你會發現他還是 他的手跟 這個手 握拍的位置 在他 肩面的 前面的 並沒有拉到整個拉到 後方去 把手這樣一直拉到 跨旁邊去 也是降拍 往前歸 反正收拍 我這些要點在他們幾個 雙反很好的人來講 其實都是一樣 不要過度拉拍 然後降拍 然後降拍面 往前往上 然後往前往上延伸 揮拍 對啊 擊到球之後拍面方正 盡量保持這個方正 多一點時間 然後完整的 收拍 所以 這些要點 其實 在 揮拍軌跡來講 他主要的要點就是 這一些 你好的雙手反拍 基本上就會符合這種 揮拍軌跡的要點 接下來我們要看一下 女生的雙手反拍 跟男生 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 我們先看看男生的 contact point 就是擊球點 剛剛那些要點 歸白軌跡什麼發力都講過 男生的擊球點 一般來講是在 比較 前方的部分 因為你整個動力鏈發力 分段以後轉身把手釋放出來 然後你沒有過度拉拍的話 你打到球的時候你會發現他是在 比較前面 你的飛冠用手其實是 有點幾乎要伸直 釋放出來前面 擊到球的感覺 這個就有點像是 我們正拍的時候 像 拿到 Fader等等 他們打到球的時候也是 假如你把這個當作是他在用左手打正牌的話 你會發現拿到跟Fader的正牌 有人講說 直臂正牌 所以他打到球 擊球點的時候 他手臂 幾乎已經完全 打直到比較前方擊球 雙手反拍 你會發現打他其實也是都是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 你動力鏈如果發力的好 你手臂把它整個釋放 把它帶動釋放出來以後 你打到球不會是像這個樣子 所以擊球點是在比較前方一點 你的飛冠用手 幾乎已經 伸直 拿到也是一樣 這個手已經伸到前面 所以已經釋放到前面去了 這是 男生的雙手反拍的擊球點 Andy Murray其實也是一樣 他的 來源為什麼有這樣的結果 主要就是因為他 第一個沒有過度拉拍 然後動力鏈發力的完整 他分段之後把手整個 帶動之後釋放出去 所以才有辦法在前方 就在這個前面 這手幾乎已經伸直出去了 打到球 那因為動力鏈 發力的完整 釋放的好 所以這個打球其實感覺不會 很費力 他力量都是來源 來自於 下半身跨啟動的 動力鏈 所以這個是男生的擊球點 他女生的擊球點 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 應該從側面看比較準 不過 這個名片選的也不太好 你發現女生的擊球點 其實在比較後面 其實在比較後面 大部分女生打到球的時候 這隻手是彎的 飛冠用手跟冠用手一樣都是彎的 他們的擊球點比較在後面 他們在打到球以後 飛冠用手會很用力的 再往前推一段 推出來 會造成那種差異 主要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 剛剛講的動力鏈的 發力沒有那麼 完整的分段 這個是手的拉開 多一點點 所以 他們擊到球的位置 這兩隻手都是彎的 所以大部分女生的擊球點 比較沒有男生釋放那麼前面 因為他們 並沒有整個完整的把手 利用 身體旋轉的力量 利用動力鏈把它整個釋放到前面去 所以他們擊到球之後 手還要 好好的往前 推一段 所以他們打到球 幾乎是這個樣子 那 最後一個原因 其實 假如你想要把 你的動力發力的好 手釋放了出去 女生有時候打球也還是會擊球點變成這個樣子 主要是因為生理構造的不一樣 就是因為女生其實有些東西擋在這裡 你這隻手不太容易 兩隻手握在一起釋放的很前面 所以這個是一個原因 並不是說這樣就 一定非常的不好 也可以說這個是稍微 刺激的方式 但是女生有時候想要用比較好的方式打球 想要用男生那些方式打球 也還是多多少少會變得有一點點這種樣子 這跟他生理構造會稍微有點關係 所以揮拍軌跡在手來講 他的 內功心法是像這樣子的 其實跟正拍是很像 但是你要注意的就是 你要注意的是非慣用手 也就是說你的 雙手反拍其實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非慣用手的正拍 所以這邊講的 手的這個部分 其實是以非慣用手來 來 考慮 所以以 Jokovic來講這個講的就是他的左手 你在降拍段其實都是放鬆的 你的右手本來就是放鬆的 擊球段會處理 就是差不多在往前往上擊球這一段 你手要用力維持這個軌跡 控制這個軌跡 然後在收拍段你要稍微留一點點 大概10%到15%甚至到20%的力量來 維持他這個收拍的軌跡 所以大概降拍這段可能只有5% 讓球拍不要掉下去 拍頭 鬆鬆的鬆鬆鬆的掉下去 然後達到這段開始 往前揮手 被身體帶動之後要 用一些力量維持你的拍頭軌跡 然後維持拍頭往前往上 的 方正 然後之後 球已經出去了以後 你要剩下差不多10%到20%的力量 維持你整個的收拍 所以大概是這樣 這個其實跟正拍是很類似的 只是他換成是你飛冠用手 放鬆 這個地方稍微手要用力維持軌跡 然後後段這個就維持一點點的軌跡 如果照這種 方法去揮拍的話 再講一次就拉拍不用太多 動力鏈做得好 讓你的 手整個可以被帶動釋放出來 然後手在這個部分維持這個軌跡 然後 造成一個完整的收拍 你這樣可以打一個 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 力量跟控制都會很好的 雙手反拍 那如果是女生 或者是 動力鏈發電沒有 沒有那麼好 他轉身 這個分段沒那麼明顯 有時候打球就會變成有點像 剛剛講的女生 打到球的 點比較後面一點 但是這個時候比較特別注意你的 飛冠用手在擊球之後 往前的延伸要做的特別 多一點 那當然會稍微 費力一點 效率也沒有 這個 男生的這些這麼高 但是基本上你應該可以打出一個很不錯的 雙手反拍 倒是左手的 所以 這個圖就是反過來 可是大家可以去 想像一下 那以上就是 底線基本的雙手反拍 有任何問題 歡迎跟我聯絡 用email或是其他方式跟我聯絡 也歡迎發問 有任何意見 也歡迎提供指教 謝謝